只要吃碳水化合物 就要打素效胰島素 計算計量 預估吃多少 打多少 和我共存了14年的一型炭尿病 小學時發病 沒有家族遺傳 當時懷疑是H1N1疫苗的副作用 兩支胰島素 晚餐前多加一支長效胰島素 維持一整天的基礎血糖 只要吃碳水化合物 就要打素效胰島素 計算計量 預估吃多少 打多少 就算有糖尿病 我還是會運動 偶爾吃美食 天天開心 這些困難都是小事 重要的是如何去面對她 了解她 掌控她 和她成為生命中 又愛又恨的戰友 之前的朱尼爾 眼睛偶爾會出現完全不對焦的狀況 朱尼爾剛出生的時候 眼睛很大 這時候還沒有發現眼睛有什麼異樣 從單眼皮出現了雙眼皮 覺得兒子的眼睛好大好可愛唷 一歲之前的朱尼爾長真的完全看不出什麼異樣 直到快要一歲的時候 我發現她眼睛好像有一點怪怪的 滿週歲前例行性的回正打預防針 也請診所的小兒科醫生看一下兒子的眼睛 那時候醫生評斷 弟弟的眼睛很大 而且還在發育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大礙 說再大一點就會好了 但是身為媽媽的我 怎麼看都還是覺得怪怪的 立馬查了一下文獻 也想找更專門的兒童眼科醫生 因為一歲半後的朱尼爾 更頻繁的不對焦了 從初期的只是拍照的不對焦 到日常生活很明顯的不對焦 當時候的我真的各種擔心 即便聽到兩個以上的醫生說 大一點就好了 又或者是說 要等到她長大會指 測量眼睛的方向 才會更準確 我都還是覺得不太對 要找更專門的兒童眼科醫生 於是黃天不復苦心人 我找到了台中普愛眼科診所 普愛眼科的神秉河醫師 就是小兒眼科專門 我們第一天先帶兒子來評估 現場醫生的格西超專業 醫生會用這些小玩具 來吸引小小孩的注意力 進而更準確的來判斷 朱尼爾眼圈的問題 醫生看診完告訴我 朱尼爾很明顯的就是外寫式 朱尼爾的外寫式角度很拔 每個小孩眼睛狀況不同 治療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醫師也大概專業的解說了一下治療方式 因為也好像只剩這個治療方式了 顯示的產生就是因為 兩個眼睛的肌肉不協調 醫生會施打肉毒感菌在眼睛的肌肉 因為朱尼爾的眼封是屬於 膠替型外寫式 膠替型外寫式就是 他使用左眼的時候 右眼會跑掉 使用右眼的時候 左眼會跑掉 所以這個手術底底兩隻眼睛 都必須施打肉毒感菌 朱尼爾才兩歲多 需要用全身麻醉的方式來進行 於是在手術前 我們要到榮總醫院進行麻醉照會 總之到看診到確定手術時間 你們都很連續的確定 只要出眠的眼睛可以好 而且安全評估的狀態下 我都願意嘗試 手術前會有點辛苦 需要診所 榮總大醫院跑來跑去的 因為術前的評估 術前的麻醉照會是非常重要的 但在這個忙碌奔波的過程中 我都覺得非常值得 一點都不累 因為兒子這麼帥 怎麼可以眼睛看起來像脫胎呢? 曾秉恆醫師每一週會有一天 會在榮總醫院 所以我們需要那一天看診 那一天預約手術的時間 還記得在榮總醫院看診的那一天 現場有非常多內鞋視外鞋視的傷傷害 醫生告訴我 其實亞洲人鞋視的問題非常之高 噴波了好多天 手術的這一天終於來了 雖不緊張是騙人的 畢竟我懷胎10個月的兒子啊 但是為了兒子 以及為了兒子的未來 這段過程我們一定要一起熬過去 來到了手術當天 前一天12點過後 就不能夠進食 因為需要麻醉 每一顆夜奶的弟弟很崩潰 搭上計程車趕緊來到手術前 準備 朱尼兒在哭哭下換上了手術 媽媽我也換上了手術医 我抱著朱尼兒走到手術室的路上 護理師還問我 弟弟是第一次進手術嗎 我說對 這過程眼睛瞬間放紅 那一刻也才能理解 原來當媽媽後 小孩都是我們的心頭肉 雖然是小小手術 但是因為朱尼兒才兩歲多 又是施打在眼睛的肌肉上 所以必須全身麻醉 用吸入式的方式麻醉 聽從麻醉式的引導 抱著小小的朱尼兒 看著她從清醒到睡著媽媽才能離開手術室 這個過程煎熬啊 在手術室外等待15分鐘 手術就完成了 麻醉過後的朱尼兒有點躁動 真的非常感謝榮總兒童醫學團隊 他們都好有耐心也好有愛心 清醒過後的朱尼兒精神挺好的 看著老公在玩女兒從學校趕來 這一刻也覺得好感動 醫生說因為弟弟是外血式 要像施打後眼珠子會往內跑 朱尼兒大概會有一個月的時間 眼睛會變成內血式 也就是鬥雞眼 打肉毒後眼珠兩側紅紅的就是施打的位置 施打的第一天會紅紅流血是正常的 從醫院回到家還好精神非常好 但是也因為剛麻醉後需要空腹4個小時 等到麻醉全對才能正常的飲食 還剩30分鐘已經餓得哇哇大哭了 終於可以吃東西了真的餓壞了吧 藥效奏效的非常之快 手術後的第二天就開始非常的鬥雞眼了 醫生說藥效濃度會讓眼珠子慢慢的回正 所以在濃度最高點的時候眼睛會非常的鬥雞眼 但是最艱難的我們都熬過去了 這一個月的鬥雞眼其實看著也是挺可愛的 這真的是個很神奇的變化 隨著時間過去手術後的朱尼兒現在 眼睛都沒有出現外血式了 每兩到三個月不愛眼科也會提醒我們回診 一次的回診醫生就會再測量一次朱尼兒眼睛的角度 醫生說朱尼兒非常的成功 位置回來的也非常準確都沒有跑掉 現在每天看著兒子就覺得 還好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也非常慶幸自己在朱尼兒三歲以前把他的眼睛治療好 醫生也有說入讀感菌治療的方式成功率打九成 以及大部分的患者注射一次就打長期矯正的效果 眼睛是我們的靈魂之窗 或許朱尼兒長大後會忘記他有這麼一段過去 但是媽媽會告訴他 你有一雙好漂亮的眼睛喔 希望我們都能夠在我們有能力的時候給孩子最好的 讓他未來不會因為外在而影響心理 祝你兒要平安健康長大喔 長大以後會太帥媽媽擔心耶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就趕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發現其他更次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觀看更多有趣內容